谢霆锋发文趁抢灭张博之,大儿子回应四个字,让他无地自容。 首先谢谢你尝得那么美还来看小编的文章,小编成荒成空,要是有什么意见或者想法都可以留言告诉小编哦, 无论好话小编都会认真看小编会根据你的意见不断改进, 哦,希望能给你带来更多的有意思有趣的文字,希望你能多读,支持愿你天天好心情, 在娱乐圈中在一些大牌明星与大牌明星之间,总是存在着一些情感纠葛。 有些人恩恩爱爱的过了一辈子,突然向大众宣布离婚有些人本以为这辈子不会再有什么交集, 那在前不久谢霆锋在某个社交软件上发文表示想,加了一次思念张伯之原来, 是剧知情者爆料王妃李亚鹏又世纪同况,大家都知道李亚鹏号称, 中国好前任,两人离婚这么久,可是在一起,却仿佛给人没有离婚的感觉。 李亚鹏还当中夸王妃漂亮呢,不过这可让谢霆锋打翻了促弹字, 难怪谢霆锋在某社交网站发表想加想张伯之的心情了, 而谢霆锋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他的正,一番感慨却让网友们怒了, 王妃不理你,你就想起张伯之了,你当张伯之是什么人啊? 话虽然听着不好听,但是谢霆锋这话说的,确实有点朝三暮四的感觉, 标签,谢霆锋,张伯之,大儿子,小编,易见, 不过当谢霆锋发文表示,想加后他的大儿子却只回应了四个字, 不欢迎你,无疑这四个字回复得让谢霆锋无地自容确实啊, 他自己的亲生儿子都不欢迎自己,那看来谢霆锋这个爸爸当得很失败的在和王妃在一起, 之后谢霆锋完全不顾自己两个儿子的事情了。 当那两个儿子过生日的时候谢霆锋都没有送上自己的祝福如今他的大儿子这样回应, 不少网友都表示,话虽然扎心了,但觉得大儿子说的话没有错啊, 欢迎朋友们来吐槽小编,真是,不胜荣幸,动动手指给点意见, 有什么想说的都可以留言好的坏的小编,都会虚心接受小编会努力改进, 希望给你带来很多的欢乐。